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大哥 现在应该叫你王经理了 好久不见了 是啊 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见你 亦南啊 亦南 快跟我过来 我给你介绍几位大老板 你认识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待会儿再聊 大哥 韩燕 麻烦你替我招呼一下 嗯 采凡 赵总 你们别客气 先用点茶碟 等亦南他办完事 我让他过来跟你们聊 韩燕 韩燕 这么一想到 你在这儿替王总工作啊 是啊 你看韩燕多漂亮啊 好好好 你看这身材 这服装 这腿真是 韩燕啊 你就应该在这儿工作 可比去给别人当私人助理强多了 真的啊 是啊 是啊 韩燕啊 以后我们在这儿工作 你就得多照顾多帮忙了啊 其实我也是刚来 有很多事情还要学习呢 你不要谦虚了 反正是你在王总的左右了 再说了 他生平的时候 是你帮忙照顾他的 他会听你的 是啊 是啊 不像有的人哪 没这个命 是吧 他愣把王子当青蛙 愣把宝石当瓦片 冒牌货总归是冒牌货 他认不出名牌的 他认不出名牌 对 你们说什么 听得懂就知道说什么了 反正柜台已经没了 是吧 有的人呢 还想开分店呢 六万块都拿不出来 哦 小鼻子小眼的 他会有很大出息吗 我看这金玉堂 早晚得毁在某个人的手里 可惜喽 叔叔这辈子的心血呀 二位 留点口头吧 师姐还没有成定局呢 你们这么得意干什么 赵总 我们现在好像不需要靠你吧 您爱怎么卖金玉堂的酒 也不干我们的事 你们两个就慢慢地讲话吧 我相信总有一天 您会看着我们怎么踏着 金玉堂的招牌出头 我问你们 我看你们登记要卖的东西也是酒 你们的酒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这可是秘密 是吧 我们不能告诉外人 对吧 手下败敬 你们是不是在军玉堂的时候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看来见不得人的勾当的是你们俩吧 就是 提我们 我告诉你 这钱是我叔叔分给我的 我要拿来卖烟卖酒干你们什么事啊 恭喜啊 黄东 黄东 恭喜恭喜 今天这竞标会跟简报会都很成功啊 那得感谢你们几位鼎力支持啊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我的儿子王一南 刚刚上任总经理 以后你们可得多多关照啊 好好好 好好好 以南 这都是我的至交啊 这位是天和食品的陈董 你好 这位是花香集团的陈董 陈董 你好 你好 这位是安家建设的杜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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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当长辈的 这一南刚刚上任总经理 你们可要多多指点 多多帮助啊 一南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呢 就向这几位大老板去警调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知道吗 知道了 请各位叔叔伯伯 不拎辞教 一丁 王董啊 公子长得一表人才 真是虎夫无犬子啊 你看他今天在台上说话的时候 大将风范 王董啊 你把公司交给他安心了 你呀可以逍遥快活了 那我先去找回一下其他客人 好好好 好好好 好的 我就不信 你们有能耐自己出来创业卖酒 你们是不是偷了金玉堂的重要资料 想来跟金玉堂抢生意 哎 少臭美啊 哎 这世界这么大 卖酒的人多了去了 哦 别人卖酒的都是抄你们金玉堂的呀 你有证据吗 没有 张嘴就要人 很抱歉 能不能请你们不要再吵了 大家都看着呢 这样下去 恐怕会影响到宴会的气氛啊 哎 哎 特助说话啦 特助说话啦 对对对对 我们也不愿意吵 是采凡他输不起 所以才这样 哎 我们 我们也不会在这种场合下 没有分寸乱吵的 哎 韩燕说得对 哎 我没二话 哎 就请大家 多给我点面子吧 展韩燕 你算哪根醋 给你面子 蔡凡 就算我拜托你了 张小姐都开口了 我当然要给你这个面子了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哎呦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翻名是你故意的 哎呦呦呦呦呦 真是的你 哎 弄糟吧 哎 来来来来 哎 来来来来 哎 你擦呀 好好好 我来擦 我擦啊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没事啊 没事的 哎呀 没事 阿燕 你没事吧 怎么都是这个样子啊 哎呦 这创意不错呀 好漂亮啊 好体贴啊 好体贴啊 采帆 我能私下跟你聊一聊吗 毛总 现在采帆是我的女人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也一样 真的很令人意外 原来你们两个人早在一起了 好 既然如此 你们两个一起来吧 马上 真不错啊 哎 哎 哎 我 智来 你是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